看看這張圖是不是很酷?想知道它是怎麼來的嗎?想知道它代表什麼意思嗎?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! 我們透過PTT的八卦版來找到誰是八卦核心,並以視覺圖形告訴你發展的進程 說到這裡你是不是開始好奇一個話題是由誰開始,最終又消失的呢? 誰又是引領話題的核心人物呢?那事不宜遲我們就來實際操作看看吧! 在APP的左半邊,我們可以看到按鈕調整區,可以調整按鈕的參數 首先是被推次數排行,代表其他人推最多次的前N人 而重要性排行,可以讓我們調整要顯示出的重要程度最高的前N人 接下來是連結強度門檻,這裡的數字越大,門檻值越高 代表篩選後的帳號連結性也就越強 觀察期變化可以讓我們設定想觀察的時間長短 最後我們還可以選擇網路演化階段,選擇要將八卦核心的演化分為幾個階段呈現 調整完參數後,按下開始計算的按鈕,稍待片刻就可以跑出圖形囉! 在這邊給大家一個貼心的小提醒 如果你是第一位開啟此APP的人,需要等待比較多的時間喔! 這就是我們的結果啦!可以看到泡泡隨著時間變化 有些移出,有些加入,彼此間也有著不同的連結 點擊泡泡還可以知道是哪個帳號,是不是很有趣呀! 雖然PDT抓下來的數據很龐大,但只要結合商業數據平台的大數據運算 社會網路分析,以及互動視覺化技巧,就可以做出前線易懂的結果呈現 互動視APP的網址就在影片下方 想知道R語言還可以變出什麼有趣的內容嗎?想要用R玩數據嗎?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,讓中山館院帶你一起進入R的奇妙世界吧!